一講起花,你們會想到嗎? 豆腐花 爆米花 這些是小食的 花茶 桂花糕 嗯,這聲音是下午茶 萬花筒 煙花 很有節日氣氛 花奇心 花膠 嘩,好補一下 原來一講起花,你們就想到這些嗎? 他們就是跟花有些關係 對,過名咯 但就不是名符其實的花咯 想深入地認識一下花 不如親手由零開始種花 吳蛇,你好 阿K,你好 今年的豆腐花開得好美 我自己都很想在家中種一盤 所以今天就來找你,來到拜師學藝 希望可以上一個促成班 我都可以在家中種一盤美麗的豆腐花 那不敢當 其實,你想種豆捐 就容易不容易 嘩,難不難的 很簡單 高級圓藝導師,五國富,五Sir 有三十多年圓藝經驗 是名符其實的種花達人 五Sir,我也想問一下 香港是否很適合種豆捐花 因為我經常都見到豆捐花 你到處都是 對,香港地處有熱帶地區 天時冷容會太冷 非常適合這個豆捐的生長 由於香港本身有六種原生品種的豆捐 再加上不斷印種一些外來的品種 所以我們隨處都見到很多不同品種的豆捐花 那豆捐花是否容易打理 還有,有沒有說什麼時候種是最適合的呢 打理豆捐花是不難的 花期一般是在二月至四月 但如果你只是栽種的話 你全年栽種都可以 整年都可以? 好,今天很適合我這些free style的人 隨時說心血來潮想種就種 我們說了這麼多 不如現在就去種吧 好,隨時可以開始了 好啊 好啊 這麼快五Sir已經預備了這麼多工具 原來種一盆花要這麼大鎮長嗎?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對芸藝要求高一點的 工具多一點 但對初學者來說 不需要全部要光 我們可以逐一介紹一下 今天會用什麼工具 一般我們的栽種的 杜鵑或其他植物 首先有花盆 有大的花盆 小的花盆 接著就是栽種的植料 或者叫做科學荔 科學荔本身的成份 包括有什麼呢? 有這隻熔草 或者叫做泥炭苔 有這個白色的珍珠癌 還有這個沙 熔草來說它是酸性的 杜鵑是喜歡在酸性的泥土生長的 那珍珠癌呢 它是可以輕身一點 它會令到泥土 即是多些樣子透透 而沙有一個重量 令到植料不會太輕 當然我們要栽種的時候 都不少肥料 這個是甲肥 這個是花生枯 魚肥 骨粉 這些就是有機的肥料 另外這個是複合肥 這是淡輪甲肥 什麼肥 花、二八都可以用 另外還有一些工具 這兩個是什麼 這兩個是大小的花椒 這個花椒主要是不利用的 如果不用花椒或沒有花椒 少一個盆栽可以用 這個匙巾也可以 這個匙巾 對 這個匙巾 鬆土有一個大的叉 或者有一個扒 這個是什麼 小叉子 這個叉子都可以 這個主要是用鬆土用的 另外不少的 我們有時候淋水 都要有一個水壺 這個是基本上 我們去栽種要的工具 五Sir 我們解釋完這麼多工具之後 現在是否可以開始了 我們去栽種 杜鵑之前 其實我們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把它種在地上 在地上種 另一種就是在花盆上種 但無論你種地也好 或者種花盆也好 一定不要有弊生 一定要做好排水 這是最重要的 接著之後我們就處理 這個科學泥的工具 科學泥的處理要注意 這個科學泥放久了 它會乾身 一放手 它就會很散 碎濕濕 對 碎濕濕濕 一淋水 它就會浮起來 所以一定要 噴水 噴水 我都有預備 對了 你也有 預備好了 首先 我們先把科學泥倒在這裡 好 那你呢 噴水 好 這裡也要 好 好 這裡差不多了 好 接著之後 你可以用工具去翻它 你可以用 你戴手套還可以 還可以把它叉 好像叉麵粉 叉 我們怎樣為之合格 看看乾的科學泥 如果我拿起來 放在桌面 看到它是散的 它是成形的 但當它夠濕型的時候 拿起來 稍微捏一捏 放在這裡 它整塊 成形了 這樣就表示它有濕溫作 接著我把它放進花盆 就把這盆 當這個杜鵑花 就快開到尾聲 花都快結束 那時候 我們希望用一些新的泥 給它一些肥料 去栽種 等到它明年開花 比這棵更漂亮 我們做 在這個時候 當花期結束的時候 我們做這件事 好 我們要注意排水 塞住洞 洞 用一些桃粒 先用一些沙網 好 K你幫忙 將沙網鋪住洞 對 對 好 一倒下來之後 就看到了 排水洞裡 有一層桃粒 放著 不會讓泥直接吃下去 接著我們拿一張 手指 或者用沙網 都可以 放在桃粒上面 開少許洞 就讓它容易排水 對 讓它容易排水 塞了幾個洞 接著我們就落泥 這麼多 是 倒下來 盡量留在這個位置 不要有東西頂住 換句話說 我們的泥 將來種藥之後 泥面就來到這條線 那裡 一拿 就拿起來 好 就拿起來 將它放在正中間 我們要回泥的時候 要注意 要回泥 先落一邊 接著稍微壓一壓 先落一邊 壓多一點 全部加進去 就是高過泥面 大概1cm 已經可以了 因為高過1cm 一淋水 它就會塞進去 第一次淋水 一定要很夠 因為你看看 淋水先淋一邊 我們令到沉降 周圍的泥面 高度一樣 那就為之合格 淋水之後 我們平常的狐狸就已經可以了 到每年 大概2月至4月 就是它開花 那等到2月至4月 就可以看到它開花 對 沒錯 轉盤至少每兩年要轉一次 最理想就是每年都轉 這樣每年都有新的 給予到波植物 而轉盤最好在春天 度捐花 花期余結之後就進行 如果沒有特別記錄轉盤的時間 其實可以透過觀察 泥面有根山道表面 那就要準備轉盤 因為這樣表現出根 在下面已經沒有位置再伸展 所以就要在泥面的樹 在這個時候就一定要轉盤 那既然我現在要等它慢慢成長 那我就要學習一下 如何悉心照顧它 那吳Sir 對於我這些新手的種花者來說 我應該怎樣打理這些杜鵑花呢 打理杜鵑花呢 打理杜鵑花是幾樣東西的 首先淋水 淋出水 都是有水在下面流出為止 這樣就一個禮拜 淋兩三次就可以了 但如果放在戶外的話 每天都要淋一次 每次淋水都要有水在下面排走 只要泥土是有微濕潤 就已經可以了 那杜鵑花要不要修剪 還有怎樣修剪 我們一般的杜鵑的修剪 維持它的高度、闊度和平均的樹冠 這個位置 高度出來 那我們就把它稍微剪短一點 剪短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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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 杜鵑一般來說 在九月、十月就開始印上它的花牙 最後的修剪 我們應該要在七月、八月初要完成 因為如果八月之後再剪 它準備印浴花牙 就讓你剪了一個枝條 這樣就影響明年開的花 開得少了 那杜鵑花的營養 怎樣才為之足夠呢 一般來說 我們由花牙圓了 一直到下一次花牙準備印浴 到大概在七月尾之前 這段時間 我們用的就是用一個複合肥 或者一個昆孝肥 就是這些 又或者用一些熱肥 這些來講刺激 會長多一點去生長 但是到七月尾、八月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轉肥 就轉這個花肥 這樣就鼓勵它 在九月、十月的時候 就會去萌花花牙 到春天、四月那段時間 這些花 可以得到很燦爛 五Sir 春天除了杜鵑花之外 家裡還適合種什麼花呢 其實春天種的花 選擇非常之多 例如 這一盤 就叫做 富貴子 正式的名字叫做 大羅傘 開花之後 你看到 黃當蕩 非常之應節 它本身就半陰薩 又可以 多些光線都可以 這個在家居的災藏 是非常之好的 它一小棵的 例如石竹 或者很多人都喜歡種的 這兩個都是重返的 這個就是加樂花 還有這個兔製花 兔製的花 看上去好像兔製耳 很漂亮 另外 這個叫做龍兔豬 開花之後 叫它果實 你看到 有一個紅色 還有一顆黑色的豬 這些來說 它是有些少少爛藏 都是非常之適合 在家居露台的地方 去生長 今天真是多謝五Sir 教了我們這麼多東西 我不用客氣 如果大家都和我一樣 這麼喜歡杜鵑花 不妨試試親手中 因為真的一點都不難的